为了纪念月舞慕王920周年圣诞 新竹市官地庙提前举行 简单而隆重的暖寿仪式 新竹市副市长蔡立钦 也代表市政府前往之一 蔡立钦表示月妃得尽忠报国 忠孝节义精神广为人知 希望这样的精神 都能继续流传在社会生殖人心 农地的2月15号 他也是月舞慕王的一个圣诞 那今年刚好适逢他 920年的一个周年圣诞 那市府特别就是派 市长特别派我来这边代表他 然后来参加月舞慕王的一个圣诞的 一个暖寿典礼 那其实月舞慕王的精神大家都知道 他为人世母至孝 然后对国家社会尽忠报国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精神流传到现在 其实我们应该后辈 我们应该都要学习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今天我们特地来这边替他暖寿祝贺 关帝庙指出岳飞不只忠义爱国 也重视家庭 他与妻子总共生有五子二女 除了担任岳飞的左右手之外 他的女儿甚至为了替父亲教区 而以死抗议 一门中烈 尤为民众所敬佩 他在为国家尽忠报国 但是他的家庭也经营得非常的好 他的爱妻旅发为他生下五子二女 长子就是我们的叶云将军 那个当宪将军 是从叶武幕王的左右手 冲锋献正 长派提 那个精兵功劳非常大 那小女儿就是为了 为了抱怨不平 他就抱那个饮品去妥谨自尽 岳飞不只有军事长才 同时他的文学底子也颇为深厚 据考据他曾著作满江红一词 在这场暖寿仪式上 众人就一起合唱这首歌 用歌声怀念岳飞的种种事迹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